-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 距離年底大選不到30天 候選人都卯足了勁 紛紛成立競選總部 號召選民做會來鄉挺 工作人員也忙裡忙外 協助處理現場事務 卻有個面熟的身影在其中 請李親為幫忙活動開場前的安排 他是現任高雄市議員李順進 一刻不得閒的工作態度 就連在立委賴瑞隆台上助講鄉挺的同時 也交代團隊成員 好好的招呼台下賓客 我們的小天記錄 請出了七百萬塊的改則 雖然中央拼 他也現在在地下連通道 純真啊 不是金金湯是那麼大 所以純真啊 要比百人更拼命 對鄉親有一份情供 對鄉親有一份情供 願未來四年 純真啊 可以再來連任 完成我對地方的生活 完成我對地方的積極 李順進 董上 李順進 董上 武黨籍市議員候選人李順進 就是這種認真情分的態度 加上親民問政風格 獲得跨黨派民意代表的支持 也讓競選總部前擠得水洩不通 滿滿都是人潮 甚至一度讓前來鄉挺的神秘嘉賓 無法上台 使得現場歡笑聲不斷 這次的經選總部成立 要走禮拜就差不多要15分鐘 這次比上次的人更多 這已經做五次的議員 更多跟支持的人更多 這就是代表我們 順進來的服務 打招 受到大家的肯定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這樣 蔡英文總統在說說我常常靠給他 但是我給大家報告 我靠給總統算了 差不多11點而已 我們順進要 那時12點 會不會1點還在卡 這樣 爭取連任六屆市議員的李順進 在高雄市第八選區 小港簽證區服務多年 面臨這次藍綠兩黨青年禁瑞進出 李順進表示 堅持自己照顧基層服務的步調 謹慎面對競爭 好好監督市政 相信選民會做正確的選擇 記者李佳龍高雄採訪報導